大国外交最前线 欢迎大家的关注 我是刚强 仲夏时节 世界再次迎来上和时刻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 将于今天在线上举行 应今年轮值主席国 印度总理莫迪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以视频方式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今天的习近平主席 和中方的参会人员 就将在这里出席视频会议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中国参与创建 以中国城市命名 常设机构设在中国境内 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 中国对上和组织的成长 可以说是有着殷切的期待 也始终把推动上和组织的发展 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 我们看到今天在会场 摆放着上和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 以及主席国客人的国旗 和上和组织的旗帜 自2001年6月成立 上和20多年来的成长 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上和大家庭 也没有辜负世界的期待 上和组织从创始之初的 六个成员国 发展到如今的 八个正式成员国 四个观察员国 14个对话伙伴 成员国人口的总数 接近全球的二分之一 面积之和占到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而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超过了23万亿美元 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积极地表示 想要以各种方式加入上和大家庭 那么在今年的这次会议上 上和组织的扩原 也将是一大重要议题 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上和组织 基本准则和价值理念 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够加入 与我们并肩而立 而上和组织从一开始以安全合作起步 再到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 再到构建了包含 卫生健康 安全 发展人文在内的四个共同体 多轨并进 上和组织逐步成功探索出了一条 新型国际组织成长壮大之路 一个更加紧密的上和组织命运共同体 正在逐渐的形成 如今的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和组织的发展道路 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在这样变乱交织的时刻 习主席先后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等 务实的言语形 都是站在了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这样一个角度 力求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与稳定性 我们常说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上和组织成立20多年以来 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上海精神不仅是上和组织的初心 也是其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 更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 一时强弱在于利 千秋胜负在于礼 历史已经并且将会继续证明 牧林友好必将超越以林为赫 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 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所以我们期待听到在此次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更多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我们也期待在未来 正值青壮年的上和组织 可以为维护亚欧大陆 以及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创造更多的新火力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继续关注